曼德拉效应是指一种集体记忆与现实不符的情况 最近几年这种效应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边 今天我们就用平行宇宙的理论来解释一下曼德拉效应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不一拿不住 旁边是多元宇宙来的小仙 平行宇宙又被称为多元宇宙或者多重宇宙 简单来说平行宇宙是指从某个宇宙中分离出来 与元宇宙平行存在着既相似又不同的其他宇宙 比如说我们把现在所处宇宙称为主宇宙 在这个宇宙中你是个up主 但在另一个宇宙中你可能是因为初中一道选择题 选择了C而不是B所以就成了电影明星 而在第三个宇宙中因为选成了A 结果就是世界首富 电影蝴蝶效应就很好地展现了这种平行宇宙的情况 而在现代的物理学里 科学家认为平行宇宙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目前接收度最高的理论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理论叫大宇宙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平行宇宙都在这个大宇宙中 只是相隔非常非常遥远 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认为我们的大宇宙是无限大的 目前我们能观测到的宇宙直径是930亿光年 如果我们以观速里训 需要930亿年才能从宇宙的一端到达另一端 而为了做这个对比呢 我说个数据 我们的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岁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在宇宙刚诞生时 以观速从宇宙这一端向另一端旅行 也几乎不可能走到头 930亿的距离可以说是无法理解的 但现实是啥 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 也只是这个宇宙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如果宇宙这么这么大 那么理论上 就可能存在与我们地球完全相同 或者基本相同的星球 这就像那个著名的猴子打字机实验 如果给一只猴子足够的时间和一台打字机 它完全有可能打出沙士比亚拳击 虽然这种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 但是并不是零 所以只要宇宙足够大 一切皆有可能 只不过 从距离上来说 我们是不太可能反问得了那些平行地球 第二种理论则是泡沫宇宙论 这个理论平时我们应该接触的最多 也是最好理解的 就是说我们可观测的宇宙可能只是一个更广阔空间中的一小部分 在无限的空间中有许多个或者说是无数个类似的小宇宙 它们在发生着大爆炸 它们在发生着毁灭 每个大爆炸又都在孕育出独特的宇宙 就像无数个泡泡漂浮在无尽的空间中 这些平行宇宙不断地在被创造和销毁 在这些宇宙中 物理定律可能不同 观速可能不同 重力可能不同 重力的作用也可能不一样 就像那个电影《妈的平行宇宙》里一样 有的宇宙可能手指头还是热狗 但是那个热狗还会喷姜 第三种理论叫埃弗雷特的平行宇宙诠释 又叫做量子物理的平行宇宙诠释 一提到量子物理 就会提到经典的思想实验 薛定谔的猫 其实这个实验 就是为了让人理解微观粒子运动 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通俗的一个讲法而已 一开始科学家去观测微观粒子 他们觉得电子围绕原子核的运动 就应该像月球围绕地球的运行一样 有轨道有方向 但实际观测得到的结果是 两者完全不同 电子没有固定的运行轨迹 这种就被称作微观粒子的运动 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后来著名的物理学实验 单电子双缝干涉实验 这个实验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 其实这个实验就完美地体现了 微观粒子运动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根据这一实验 物理学家认为 在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的状态 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 但微观粒子处于某一状态时 它的力学量 比如说坐标动量 角动量能量等 一般不具有确定的数值 而是具有一系列的可能值 每个可能值以一定的概率出现 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诠释了 根据哥本哈根诠释 物理学家休艾弗雷特三世 提出了自己对平行宇宙的理解 他认为人们的世界也是叠加的 当电子穿过双缝后 处于叠加态的不仅仅是电子 还包括整个世界 也就是说 当电子经过双缝后 出现了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世界 在其中一个世界里 电子穿过了左边的夹缝 而另一个世界里 电子则通过了右边的夹缝 这样波还说就无需去坍缩 而是去随机的选择了左还是右 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的人 如果去观测电子 那么他们就能得到一个确定的量 电子从左边通过 或者电子从右边通过 以薛定谔的猫来讲 埃弗雷特指出 两只猫都是真实的 有一只是活猫 有一只是死猫 但它们是位于不同世界中的 在盒子中的放射性原子 既衰变了又不衰变 当观测者向盒子里看时 波函数本身会坍缩 整个世界就分裂成了 它自己的两个版本 这两个版本在其余的 各个方面都是相同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 在其中一个版本中 原子衰变了猫死了 还在另一个版本中 原子没有衰变猫还活着 这两个世界还会完全 相互独立的平行的演化下去 就成了两个平行宇宙 电影《无性之人》 完美地展现了不同操作 导致演化出不同世界的情况 这个就是艾弗雷特的 平行宇宙诠释 关于这个诠释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了 如果平行宇宙确实存在 它们在呢 如果艾弗雷特的 平行宇宙诠释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如何能 观测到其他宇宙呢 其实根据量子力学的 平行宇宙诠释 所有平行宇宙 其实是由现在 我们在不同行动中的不同决定 坍缩而成的 所以所有平行宇宙 都在我们周围 只是位于不同的维度而已 我们跨越这个维度 就能去看到平行宇宙 上面讲的很枯燥了 是吧 全是物理概念 我也听得懂 听得懂 那我这个 我觉得 还是通俗一懂的 对 我觉得 就是相当于说 了解或者是关注我们频道的人 应该多多少都懂一点 对 应该都能听过这些东西 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开头的问题 曼德拉笑女是怎么回事 西游集中的杨历大仙 是否真的下的过游过 是56个民族还是56个星座 比开市的尾巴是黑色还是环色 这些记忆的事情 在我们心中 可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这些记忆 却和事实不相符 而且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情况 是集体的记忆与事实不符 更奇怪的 所有人的不符的点 都还能对得上 反正我记得是56个民族 你已经被灿改了 对 我也记得是56个民族 56个星座没有意义 对 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这种现象 按照平行宇宙的学说来说 可能不仅仅是 简单的奇迹错 这有可能是 另一个平行宇宙中 真的存在西游记的 阳丽大线下游过的情节 真的是56个星座 比开市的尾巴真的是黑色 而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平行宇宙发生的事情呢 是因为两个平行宇宙 发生了碰撞 当两个平行宇宙 发生干涉 或者轻微碰撞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就有可能在不同的宇宙间进行跳跃 导致了记忆发生了转移 我们和那个平行宇宙中的 我的记忆发生了转移 我的记忆给了他 他的记忆给了我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有了来自另一个宇宙的记忆 所以这些记忆精确而完整 甚至能包含 你看到这个事情 单天非常完整的信息 比如说单天的天气是晴朗还是下雨 你单身是在吃冰棍 还是在吃早餐 这些都会让我们坚信 这些记忆是真的 然而我们的现实实际上 还是来自于我们所在这个宇宙 这样就产生了记忆和现实的不一致情况 从而形成了慢的把笑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算集体 也算集体 因为蛮多人点赞 就是有一个这个女明星 已经跟她男朋友没有领证 没有结婚 但是她已经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说是快生了 但是最近又说她想怀孕 准备怀孕 然后想跟她的男朋友生个孩子 然后结婚 然后很多人唱衰她的恋情 但是最近就这个孩子就没了 我明明记得以前 她有一个孩子 因为其他人有说的吗 然后我就评论这个之后 那个八卦号就把我的那个给顶上去了嘛 就精选了我的留言 然后一百多个点赞 可能真的发生了碰撞 可能真的发生了这种干涉 对 还有人在家里面就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或者另外一个家人 在家的时候他自己在家嘛 然后他爸爸一般是比如说中午会回来 两点会回来一下 会怎么样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上班 然后那他好像是个暑假 然后他在那个暑 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就看了一眼 他爸好像回了一个影子 反正就过去了 喊着一声 爸他爸没理他 他也没管 没管之后呢 后来过了一小会 他爸又推门进来了 然后他说爸你不是回来了吗 就看到了 完全有可能是平行宇宙这样造成 然后为啥这么说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宇宙3K背景辐射图 看过三起的同学都应该知道是啥东西了吧 背景辐射 闪耀吧宇宙 对 就是那个东西 这张图是科学家拍的 我们整个宇宙的3K宇宙背景辐射 宇宙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 遗留下的电磁波辐射 是一种充满整个宇宙的电磁辐射 特征和绝对温度在2.725K的黑体辐射相同 频率是属于微波 你可以看到图上会有一些区域很奇怪 有些区域是深色的 有些区域是黄色的 深色的区就是辐射残留较低的区域 被称为冷斑 黄色的区则是辐射残留量高的区域 被称为热斑 在这个宇宙背景辐射图上 你应该能发现一些区域的温度 明显要比周围的空间要低得多 科学家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冷热区域 因为如果没有外部力量 向外的辐射 尤其是在宇宙诞生最开始就产生的辐射 应该是均匀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来说 宇宙不存在任何东西 对吧 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往外扩散而已 那怎么才会形成这种冷热区域呢 一直科学家都想不通 2017年 英国杜伦大学的 他姆·珊克斯教授和他的团队 发表了一篇论文 论文题目为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冷斑的新解释 证据表明 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多元宇宙的一部分 这是论文题目 论文里 他姆·珊克斯教授的团队认为 平行宇宙在自身的膨胀中 可能会与自己相近的宇宙产生干涉 这种干涉呢 被称为平行宇宙碰转 宇宙背景辐射中的这些冷斑 可能就是我们的宇宙 与另一个平行宇宙碰转导致的 汉·珊克斯教授在论文里说 根据弦理论 宇宙万物呢 都是由非常小的弦构成 通过不同的振动及运动 弦就产生了各种基本粒子 这种弦的振动 其实产生了至少11个维度的宇宙 在这11个维度上 存在着很多个与我们宇宙相互平行的宇宙 两个宇宙会在重力的拉扯下 导致两个宇宙发生碰撞 这种碰撞一旦发生 就会在碰撞区域形成一种 名为欲强的能量层 反指这两个宇宙融合在一起 这就像我们细胞B一样 这种能量层分割了两个宇宙 并且会对两个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产生影响 进而导致其关子温度和密度发生变化 具体来讲就是 欲强的一侧会反射关子 而另一侧则会吸收关子 假设我们的宇宙与其他宇宙发生了碰撞 并且欲强吸收了关子的一侧朝向我们 那么我们的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中 就会形成规模巨大的宇宙冷湾 但是这两个宇宙发生碰撞的时候 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干涉 比如说曼德拉小语 就是我们的意识和记忆发生的交换或者混乱 其实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写的更加惊悚 他说甚至一些现实都会出现错位 碰撞结束的话 记忆和现实可能会出现一些残留性的混乱 就像两台车发生了刮蹭 油漆就会发生互换一样 就这台车有一台黄色车和一台白色车 刮蹭了 黄色车会有一段白色油漆 那个白色车会有一段黄色油漆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种残留的油漆 就是我们今天的曼德拉效果 这种效果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记忆错 有可能是发生了现实的混乱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宇宙里面 可能真的是56个星座 56个民族 但是现实交换了 我们未来 我们过去的现实交换了 结果就变成了56个星座 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就不仅仅是曼德拉这种记忆错误了 对 还有很多那种就是网上分享那种 天空突然分出了一条线 一条笔直的线 那种就很像是被什么东西干涉了之后 好像后台程序出问题了 其实那可能另一边云到那个宇宙去了 对吧 对 还有那种就是一辆车 它出了车祸 就一棵树 从它车底长出来 而且穿越车身 然后你说那个树 它必须是 它还小的时候 车就在那 然后它钻过钻进去了 而且树 这种树 小树很难说穿越车身的 但是那个车看起来又没有那么旧 对对对 我也看到这样图了 看起来都没有那么旧 然后又不像是人为把它给卡进去的 才栽到那的 这种感觉就是现实有了交互的时候 出了问题 现实发生交互 然后出了问题 就不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 可能在另一个频率宇宙中 那地方就是一棵树 对 对吧 结果呢 我们两个宇宙发生碰撞了 树给 树的那个位置交换了 原来对方宇宙中没有树 原来对方宇宙是有树的 现在没树了 现在我们这个宇宙那个地方是没有树的 有站车艇的 哐就被说 对 可能就那个瞬间交互了之后 就出来了 对 然后那个车又是新的 又是新的 然后那个树又很大 对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也是曼达拉效应的一种 也就可以归类成 就是由于平行宇宙的碰撞导致的 现实交错 虽然说啊 目前这个理论仍是一种猜测 但是这个理论 目前是最有可能被证实的一种 关于宇宙冷班 平行宇宙曼达拉效应的 理论 为了求证这个理论 欧洲的很多研究中心 已经开始寻找这个理论的关键因素 重力 因为是两个宇宙在重力的拉扯下 反正捧转的 科学家希望能够找出这种重力 和重力的运作方式 甚至能够希望产生足够能量的这些重力 这就能让人类观测 甚至进入其他平行宇宙了 在这些量子物理学家眼里 曼达拉效应根本就已经不是心理学现象了 而是物理宇宙间复杂交互的结果 这种记忆与现实的不一致 揭示了我们宇宙与平行宇宙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联系 虽然这个理论目前还处于假设求证的极端 但是为我们理解人类的记忆意识 以及我们现在的现实 我们如何与宇宙互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如果你接受这个理论 是不是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一直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做着各种各样的选择 想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假如我们真的能看到平行宇宙里的理 你会不会想去看一看 那个你到底什么样子 对就像奇异博士一样 对 他可以看到这场战斗的三千万种结局 对 都是数 对 但最后赢了 最后赢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